國產文具江湖紛紛搖搖,紫光不影響有多少文具品牌消失在紅樓之中, 不過就好像高手對決去到最後一刻總會跳出一個掃地爭一樣,光來文具街其實都有不少低調奮鬥的品牌。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其中一位當代人是巨門文具。 嗨,我是童妹,又轉回普語頻道了。沒想到上次沒有了粵語開場部分, 既然有人惦記著了,你們喜歡這樣的粵語開場嗎? 喜歡的起口衣,童妹也會堅持保留粵語部分的。 回歸正題,巨門,也就是巨門寧波文化用品有限公司,成立於1997年11月。 為什麼要叫巨門?我們並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。 但巨門實際上是屬於北斗七星之二。 不知道取名的時候是不是也有這一層的考量在裡面呢? 比起其他的品牌充滿各種即時感的文具, 巨門文具的整體設計風格是低調樸實而有代表性的。 在童妹的記憶裡,凱文系列就是巨門的代表。 這個形象從1998年推出以來,一直被巨門應用在各種筆記本等設計上。 到了後來的鋼琴兔、炯炯貓、蒙奇一家,巨門似乎在建立一個代表人物鏈。 除了卡通形象外,巨門手上還有不少的專利設計。 看到這裡,可能會有同學覺得我是雞同鴨甲。 我想大家覺得陌生的原因。 主要是因為在於這20多年來,巨門其實換過幾個筆牌logo。 再加上流量實在是少之又少,在大家的腦海當中當然不深刻。 但是作為一家運營至今的老場,其實實力真的不容小看。 所以我們就選了幾家他們的熱門文具來給大家做做盤點。 首先是A4系網格數式拉鍊帶。 綿綿的造型、半透明的網紗和沒有提手背帶的設計。 再一看讓人摸不著頭腦。 雖然規格標準的是A4,但是實際尺寸甚至接近A3。 龐大的體積好像不太方便日常鞋帶耶。 但是,把它和背包結合在一起的話,馬上就要打開新世界的大門。 直接變身,背包內膽。尺寸甚至可以容納13吋的筆記本電腦。 洛空設計不光輕便,而且能夠輕鬆確定內容物。 雙拉鍊也方便拿取東西。 配合特製的編桃框設計,不怕各種折疊和扭曲。 放試卷整行。 同樣的材質還運用到了自家的狀色網格方便筆帶上。 沒有多餘的設計,就是拉鍊處做了狀色處理。 天生為考試而生。 如果你不怕髒的話,可以買相同材質的狀元白色系列。 筆帶可以放下20支筆。 游臨完了,還能一鍵還原。 筆按Ctrl以S更快呀。 再看看價格,嗯,還挺香的。 同系列的筆帶還有一款狀色網格加後折疊型的。 設計上真的是腦洞大開。 但是普通的雙持筆帶設計。 這次只要解開鈕扣,就能夠變身大號收納包。 雙層拉鍊設計還能夠自由選擇是側開還是頂開。 雖然劇門這一系列的網格帶設計非常有特色, 但是同妹總是有一種振之不去的即時感。 直到我回家洗衣服的時候才明白, 嗯,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 仔細想想,這大概就是設計師的靈感男人遠說不定。 一二二主出場的是這一款專利產品, 火業隨意圈。 別看它的結構單一,一整條的軟製PE材料圓環。 末端就是這樣的簡易扣所設計。 功能卻出乎意料的多。 像鑰匙扣啊,捆線器啊,手鍊啊等等。 它還能用來裝釘、卡片和火業紙。 通常使用火業本的大家呢,都會遇到以下的這個情況。 就是每次補充新的火業啊,都要拆開補充包裡面的袋子。 取出想要的數量之後呢,再封好。 抄的時候一個手滑,這層薄薄的塑料袋就完蛋了。 而用這款隨意圈的話呢,就能夠輕生的完成火業收納, 代替火業本的現金使用。 因為本身是彈性材質,不會磕手,也不會在火業紙上留下壓痕。 加個低,顏色多,尺寸多,自行車我是不要了。 其實準備這一期視頻裡面,我們還購買了便利貼、火業本等的產品。 但由於時間的關係,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,等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。 總結一下吧,雖然有不少國產文具廠商,選擇了在黑客戚方面和日系廠商選戰。 但是同樣也有巨夢文具這樣前夕修煉獨創設計的品牌默默發育。 你還知道有哪些小眾當好用的品牌嗎? 評論留言告訴頭妹,說不定下期我們就安排她啦。 嗯,恰子一算,本期文三是春節前最後一期啦。 在此,同妹協同的拜文具社群的小夥伴給大家拜個早年。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裡面身體健康,萬事如意,多買文具,多多三連。 好啦,這期的文三就到這裡了,如果喜歡的話,三連三連三連。 我是同妹,我們過完春節之後再見啦,掰掰。